建公路这四坪的房子呢 外观就像纸片屋一样 传出旁边正在盖的建商 曾经想要收购 不过屋主开价3000万 也就是说换线下来呢 一坪要750万 也因此四年过去了 这纸片屋还是孤零零的 处立在这里 空拍画面一看 纸片屋更显眼了 旁边的工地已经开工 虽然这地点就在捷运黄线上 黄金三角窗店面 位置真的没话说 现在是饮料店 以月租1万5000元成猪 听到这纸片屋 屋主开价3000万 民众这样说 价钱开很高 听说费3000万呢 你感觉到这个价钱 没有啦 超过那个 对啊 那差太多了 一坪700多万 不只民众嫌贵 建商也不买单 而这纸片屋在2019年前 还有银行当邻居 后来旁边整块 2020年被建商收购之后 直到现在 当年的银行已经变成建地 纸片屋4.23平 是三层楼的透天错 屋主喊价3000万 对比附近建案 实价登陆每平120万 行情价就差了6倍多 现在想找到买主青睐 恐怕不容易 如果建商规划上 可以避开的话 其实建商也不愿意花 这么多的钱去购 家族听说出租有成干会吗 是怎样 没有啊 现在没成干会 不会啊 屋主偶尔会来 而黄金三角窗店面 租客说厕所在二楼 三楼平常很少使用 现在屋主开价3000万 跟当年价码差不多 建商一样买不下手 成了名副其实的丁子户 未来建案完工的话 这里也将变成附近的奇特房屋 东森新闻 孟娇永 蔡上林 林玉幸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侧面绍长三角形的房子 就像一块薄片小蛋糕 这是台中乌日知名的纸片屋 仔细看窗户玻璃已经拆掉 人去楼空 一楼的猪脚饭也已经贴出红字条 从中山路搬到了新兴路 因为这块土地已经被建商买走 预计近期要拆了 先变档店是什么时候搬的 就是上礼拜差不多 他们都到院底左右吧 纸片屋要拆了附近民众都有 听说据了解纸片屋的入口 从侧面进入一层两户 租客居多 房租约三到四千元 面宽大 腹地小 三角形的土地往上盖了五层楼 而收购的纸片建商 从后面开始买地 一路往前推进到中山路 最后才把纸片屋给买下来 以行情价来算 每平约四十五到六十万元 建商为了基地的完整性 纸片屋的收购价据说相当惊人 每平破百万也不可能 那我们这个基地的正后方呢 又是那捷运站 建商可能就朝周遭的 那个旧建屋去做一个整合 那整合基地大概五百平 他们应该是看中这本身是角地 双二十米的计划道路 那离高铁站也不会太远 屋日三铁共共又仅离台七十四线 可衔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交通力多 还有规划中的台中高铁娱乐构成 房市超热 而纸片屋里高铁站只有两公里 就算是机零行建物也是抢到翻 没好计啦 一年房租就说一百多万对吧 建商很低调 部分土地稍未过户完成 整批交易也没有实灯记录 不过这里是第三种住宅区用地 三十年老屋可围老重建 开发强度较大 房仲就猜测 外来可能会改住商混合大楼 知名地标纸片屋也就正式走入历史了 东森新闻马日盛 唐颖诺 李明洪 吴俊祥 张神远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QQQ有人在家吗 但应该不会有人应门 因为这间屋子堪称是纸片屋 相当的小 光这门宽就差不多跟我的身材差不多宽 纸片屋被草丛跟矮木掩盖 没注意就会错过 有多窄小沿着房屋外围 侧边有扇小窗户 总共才一到两瓶大 据屋主拿来干嘛呢 堆了铁皮跟木板 偶尔还会来修剪树枝 也许更是在等待未来 他为什么留这个门牌跟建物 因为将来如果新北市政府要做开发 或做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要请他拆房子 那新北市政府就要补偿他一笔费用 纸片屋有门牌 土地是属于新北市府 原本是正常的房屋 因为市府要开设道路 才将土地切割 不过后来屋主又自己盖了小的铁皮屋 也传出隔壁诊所想改建 曾想过是否整合 但并未成功 而这状态疑似 维持10到20年 那新北市政府买卖了以后开发 要经过议会或是一些程序要跑 没那么简单 如果很简单 这个早就开发掉了 像是摊登广告使用 或者是说是一些微型店面 那这样的情况上面 它或许每个月 大概都有数千元 甚至上万元的收益 房产专家分析 屋主也许要负担地租或房屋税 一个月恐怕五六千 课税总值过低 也可免缴 所以屋主可能没有急迫性 不处理也没关系 只是不管未来如何处理 也成为高房价地段的路上奇观 都很喜欢 陈敏祥 刘敏孙 台北报道 到陵园湿地公园附近 这栋民宅特别引人注目 仔细看一个成人张开双手 比屋子还宽 因为这里最窄的地方 只有一公尺左右 就像纸片屋一样 用两尺一凉 结果是123公分 真的很窄 建筑物还有二楼 屋主黄先生说 住了四十年 会变这样有原因 这就是市政府 开到楼 开楼的时候 入到堆就给到堆 要听到堆 我也没办法 徵修都需要的徵修而已 三楼你说这 这样败两百万 你说我没办法人去楼 你说两人都 这么多也没办法人去接收 屋主说原本三十六坪 现在最大的 只剩下一个厨房的大小 但水电未遇都有 走近一看 一楼摆放儿子养的鹦鹉 好几笼 走到二楼还有单人床衣柜 生活机能一应俱全 当时拆成这样之后 屋主的儿子还住过两三年 会剩下这一小块 屋主说是因为政府征收价格 三十六坪才两百万 他们宁愿保留剩下的食品 你觉得很特别啊 有啊 他们原本是正常的房子 对 然后是因为道路要拓宽 所以他们必须要才切到一个部分 但是其实里面都是完好无缺的 怕那个地盘比较危险的 现在纸片屋成了鹦鹉的家 东森新闻孟家荣在高雄的采访报导 拉开铁门自然采光洒落屋内 台东这栋精美景官房 还没完工却很引人注目 因为整栋格局又长又扁 头往二楼的楼梯 更占了大半空间 重点是建坪二十三点五平 开价一千两百万 太贵了呀 二点二层楼而已 主要面积也没有那么宽 那么才只长这样而已 当地民众听了摇摇头先不要 但这栋透天座物领不到一年 两层楼空间只有三米宽 格局两房两厅两位浴 开价一千两百万 换算单平售价约五十一万 可比当地附近高了整整二十多万 现在的人事成本 这一些建商的建筑成本来看 它这里也不算高 比公寓还来得便宜 房仲点出关键 除了建材成本升高 这栋透天错 其实坐落在台东闹区 附近有新生国中 还临近旧铁道步道 所以屋主其实不是当住宅来卖 这边来晚的人人潮很多 实际上学生上下课家长也很多 如果有做了一个咖啡屋或什么的话 是不是可以坐在这边 可以享受那个小午茶 就是偏向于做商业的 屋主低调表示价格并非最终价 还是有溢价空间 只是台东出现千万透天错 外形狭长又像纸片 也难怪让当地民众直呼不可思议 董事经文 吴依林 黄军景洋 今天台东报道 有没有看错这房子 从这角度来看 如同纸片一样薄 真的能住人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房子明明有宽度有厚度 但怎么两边差这么多 再从空拍图来看 这建筑物竟然不是长方形 也不是正方形 而是三角形 感觉看起来当然是不好 当然不好 这么说 房子怎么会有一个尖的 对不对 怪怪的 不会想买 因为格局不够房证 如果它能够降到 大概六成的话 应该还可以考虑 房子有没有房证 也成了买屋族第一考虑要件 也因此在价格上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在价格上 确实会比周遭的 正常格局的房价 相对便宜 可能是一层左右 这地点就在彰化路港 从周边店家来看 除了鞋对走 是知名连锁咖啡厅 隔壁还是连锁火锅店 再加上临近陆港体育场 地理优势确实不差 在营业的空间的规划上多少有受限造成不变 但是由于它的地点是位于显眼的大马路第一排 而且这个店面又是三角窗 它有双店面效益 而且其中一面它的宽度是够长的 所以算是有加分 因此在这个价值上 店面确实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无论这纸片屋买屋族能不能接受 至少光外观来看 已经成功炒热话题 东森新闻林石坎 我从小赵华报道 台中市东区自由路附近 原本都是像这样的小巷子 一台车根本都过不去 政府征收了土地 开辟成双向道路 交通便方便了 但却出现了很多机灵地纸片屋 薄薄一片 这狭长的一字屋 里面靠墙放一张沙发 没剩什么走到了 底端竟然还有楼梯 可以上二楼 目测涂地一坪多 盖了三层楼高 屋内最窄处不到一百公分 跟它同一侧 下一个街口的房子 也是纸片屋 斜三角形就像切片蛋糕 因为我们到达三坪 本来整个都是一个院子 我们自己被政府征收的那个价格 不够去买一样类似的地 说地价的话 其实就没有什么很大变化 没有特别的增值到很高 一条马路划过去 沿线土地全部征收 有的地主获得零路店面 有的却被破半 省基林地只能盖纸片屋 极家欢乐 极家愁 不过 同样是纸片屋命运大不同 放到逢甲夜市来看 可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黄金店面 又瘦又长 福星路上超醒目的透天店面 竟然也是纸片屋 但这租金却高得吓人 一个月要九万元 换算土地四瓶 一瓶就超过两万块 如果是在乡下是连药都 连租跟卖都很难卖 那在精华区呢 它可能就可以整并成 两个单位到三个单位的 那个摊位去做出租 九千块来讲 这样三个的话 就可以到两万七 那路边摊随便一摊都要一万块了 纸片屋居住起来大不易 但在精华区却是十分抢手 大小好比一个路边摊 简易摊位 还能遮风避雨 有固定水电 也可能有简易厕所 经营小吃生意 方便得多 因此常创下单评 最高租金记录 可说是一级商圈内的 镀金物件 东森新闻 在台中采访报道